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奇異國班的黃建鳳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小火車頭力選技 從前從前 有一個小火車頭 他的名字叫做槍槍 他是一個全身又黑又漂亮的小火車頭 他有一個汽笛 只要來到平交道 汽笛就會發出 嗚嗚嗚嗚的 嗚嗚嗚的聲音 他還有一個鈴鐺 鈴鐺只要來到平交道 鈴鐺就會發出 噹噹噹的聲音 他還有一個煞車 煞車會發出 嗚嗚嗚嗚的聲音 負責駕駛槍槍的人是 吉姆 師爐歐利 歐利的工作是 給他添加煤他水 這些煤他水就裝在 他一樣的煤水頭上 負責幫乘客驗票的人是 阿雞巴的 阿雞巴的有一個好大的懷錶 時間一到他就通知 槍槍準備出發 槍槍搭著載滿乘客的客車 還有裝滿信件的行李車 還有煤水車 從小鎮的小車站 跑到大城的大車站 載入跑回來 上槍槍越過小山 進入大城市的大火車站 有一天 上槍自言自語的說道 放著那麼重的一場穿著像 好累呀 如果只有我的話 一定會跑得更快更威風 將來 大家都會停下來看看我 當所有的目光都擊中 在我身上時 他們一定會說 多麼可愛的小火車頭 多麼漂亮的小火車頭 你看 光是一個小火車頭 一定會跑得更快更威風 第二天 當吉姆跟Oli 還有阿雞巴的 在家餐廳喝咖啡時 槍槍自言自語的說 機會來了 結果他就跑了下來 槍槍槍槍槍 槍槍槍槍 停下來 看看我 聽見我發出來的聲音 槍槍被田野狂奔 牛 馬 雞都被他 嚇跑了 他有好幾個人 爬到高高的街塔上 槍槍 槍槍進入大城市的大火車站 可憐的槍槍槍 他不知道該存在哪裡去 剛好有一條或說專用鬼道 控了出來 槍槍就順著那一條 造型城市的鬼道逃跑了 天色逐漸暗了下來 槍槍迷霧了 由於沒水車掉了 他就沒有多一個沒炭的水可用了 槍槍槍來到分岔口 兩條鐵軌 分別指著不同的方向 他就選了其中一條鐵軌 那條鐵軌是一條上坡的路 整破中間 整破中間 長了許多小愛樹 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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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逃跑了 根本就沒聽到 有一個 有線型火車從歐方圖 看了過來 吉姆對司機說 我的小火車頭逃跑了 快幫我把他抓回來 司機說 那我的時刻表怎麼辦 先別管你的時刻表 我一定要找回槍槍 說完吉姆跳上 流線型火車 他們很快就曉得 槍槍跑遠的路 因為路上有牛 馬跡用他們的尾巴 指出方向 正上的人說 快點把那盲皮的小火車頭 抓回來 別再讓他搗蛋了 吉姆很快就看到槍槍 他就看到吉姆來找他 高興的要企圖 嘟了一聲 但是那是小火車頭 最後的一口氣 吉姆拿著一個 跑出的鐵軌 控在他的 車上 拉回去 上癮車 結果他又沒有手傷 只有 在回家的路上 槍槍隊 吉姆說 我再也不會逃跑 逃跑時代不好 我曾經以後要拉著 在乘客的特色 奧裝滿信念的行車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講 好